位于山坡上的东信国小 目前仅有邻近学校周边设有单侧人行道 不但空间狭窄 部分路段并没有完整衔接 学童与民众只能走在车道上 显向环升 在立法委员蔡思议 民进党金融市立委候选人郑文廷 金融市议员陈宜等人陪同下 内政部长林又昌前往视察 了解金融市政府所提出的改善计划 计划内容包括拓宽 振兴路人行道宽度 更新东信国小镇门口既有人行空间 与家长接送区等 还将新辟人行道到寿山路 整个工程预计今年9月完工 我们觉得在校门口 我们家长接送区的一个停等环境 是这一次改善的一个亮点跟重点 所以刚刚我们委员 还有我们周文廷议员 也给了很多的一个意见 我想非常好 就是校门口如果能够做适当的一个推说 那在现在在门口有一个蛮宽的一个人行道的一个空间 如果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个改善 把它变成是家长的一个接送区 那让整个的一个路口可以变得更宽敞更大的话 我想对于这个家长还有小朋友的一个安全 还有接送的一个方便性 会有大幅的一个提升 那另外就是从女中上到东兴国小的整个人行的这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我也请规划设计单位要非常这个细致的一个去做设计 特别是我们居民的停车的一个需求 还有这个人行环境的一个拓宽 这个要两者要兼顾 那这一次因为经费比较充足 所以包括像电线电感 还有包括电信箱等等 我们都可以一并把它做改善 另外在思议员思维镇及吴化家等人陪同下 年后商也前往视察外木山滨海狼带 这个基隆热门景点因为观望人潮众多 出现人行道拥挤 行走空间不足等问题 基隆市政府也提出相关改善计划 将在外木山后段靠海侧设置全长820公尺 宽3.5公尺的人行及自行车共用步道 并规划在设施带增设景观绿带修气点及街道家具等公设施 整个改善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因为这个案子在111年我担任市长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规划设计好 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经费 那趁着这一次的整个一个计划呢 我们整个核定的计划是2400万 那中央补助82% 大概补助2000万左右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使用率非常高的 这个外木山的冰海的廊大 这一次人本的环境可以把它做进一步的一个改善跟处理 不只是我们当地的居民 还有包括很多来基隆油气的这些游客 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人型环境 然后呢也能够有更好的观光的体验 因为这里面也涉及到渔港的范围 那其实是必须要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 然后整个串联起来可以让整个这一个步道更为完善 那当然中央政府的一个经费 对于整个环境的一个改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假日的时候 有非常多外地来的游客在这边 进行休憩的一个活动 甚至在地的民众 几乎天天都在这边运动 因此我们更需要把环境做得更完善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跟我们施伟政议员 我们一直都在跟中央来争取 那也很高很高兴今天我们部长 特别来这边视察 那希望能够一起来把这一个环境 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善 两项工程总经费4222万元 由中央补助82% 牛商表示为了优化地方交通及人型环境 中央7年来已经补助金融市39案 预10亿元的经费 今年将接续推动4年400亿的 永续提升人型安全计划 期盼在中央持续挹注资源下 能够协助各地方政府 创造出道路通畅 用路人彼此尊重的友善环境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导